他叫布粉器 我叫他转转转 你看阿鑫又发现了一个点 今天的问题就是阿鑫关于咖啡机的100个问题 上次上了最后梦了 再画终点 这是前段时间阿鑫来我们工作室拜访的那天 阿鑫还特意带了一些粉丝给他做的口罩 还有杯子作为礼物送给了我们 那当然我们也要用最热烈的 欢迎仪式来欢迎阿鑫 好 咖标真是今天阿鑫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这又合作了一期视频是吧 真棒 阿鑫刚买了咖啡机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 制作咖啡的时候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应该大家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拆的咖啡机可能是一脸问号 这到底该怎么用对吧 咖啡机到了我非常的开心 我说耶终于到了 因为他从就是海外过来等了很久 然后拆开它的时候觉得又开心又难过 很疑惑 对 我该如何下手 对比如说放在哪里会比较合适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咖啡机可能想说有些人是会放在厨房嘛 但是厨房有油烟的话 其实像是我买那种银色上面就会有那种油渍 对它是属于新型小家店 很多都会给它放到单独的一个小角落 不会放在 就咖啡饺嘛一个 对 单独买一个桌子 这个桌子上面就是一个他自己放咖啡机的 咖啡豆的 咖啡绿杯或者是瓶瓶罐罐的这些东西 当时我的咖啡机到了之后 我买了个桌子 然后桌子买小了 就是它的那个这个宽度不够 就是咖啡机大了 再买一个合并一下 咖啡机大了 桌子小了 所以说只能现在放在那个阳台上面有一个有一个角落 刚好可以放它 但是那个线又不够 差不了片了 这个阿兴喝咖啡的豆咖啡的这个路程啊 还是要坎坷的 很简单 如果他是买半自动咖啡机 那他是不是还要买那种就是 就是你不是压粉就有那个 粉锤啊各种小配件 对对对对对 就就各种各样 还有什么咖啡豆啊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是要释手 释手的话我是先买一些便宜的咖啡豆 会比较好一点 就刚开始拆开那个包装 不是要先过一次那个机器吗 最开始使用的时候 其实前几杯咖啡把它做掉 然后不喝其实就OK了 不喝就好 让它整个机子先过一遍流畅一遍 对对对 那就可以开始用了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都在说 就是咖啡豆要买多少钱的 然后它的品质能不能配得上这个 豆子的价格这样子 每家烘焙商它的定价是根据它 拿到的一个生豆的价格来定的 如果他拿到的生豆是很便宜的 那它的烘焙出来的咖啡豆 拼沸出来的咖啡豆 就也是会很便宜 还有就是越好的咖啡豆 它的利润会越低 因为它的价格更透明 就是 就比如你喝的归下 你喝的归下 它的价格极透明 你一查就能查出来 它是升多少钱的 就是一下子就能查得出来对吧 打开的话 它要多久之间 多久之间能就是得喝掉它 喝完对吧 开了之后 其实它的赏味期 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月以内 一个月以内 对如果不打开的话 你可能这个赏味期能在两到三个月 就是买还用豆子 需不需要就是我要装到一个那种 像你们这种盒子里面会比较好 就是用罐子 对 就是你喝的时间 就比如说你这一罐子 你可能一个月内喝完 你其实可以不用放到罐子里面 但是你如果真的超过一个月 你两三个月才能喝完 你放到罐子里面的话 它能延长咖啡豆的这个 那个时间 对对对 秤也要买 对秤也是要买的 秤是为什么呢 秤你买的话是需要称咖啡豆的 就比如说我买那个伯父那个 不就是它直接它就自动出粉了 但是也要量 也要量 对你要称着它放了多少咖啡粉 你那个应该是放16克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你放13克或者14克放到里面的话 你萃取出来的咖啡 它流的很快 就会快很多 对 然后那个味道 其实你做不好的话 真的没有你在咖啡店买的 他们的都喝的好喝 好喝是吧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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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说 六天一天就是进去的太多了 对对 那到底是学的不好还是老师教的不好 教的不好 我没有强调好 我这个每个重要的笔记要给他 回去要给他再发个脾气 你买了咖啡都有不同的粉碗 对 就我那个就说到了三个粉碗 你看这三个粉碗 你看这三个粉碗 其实大小不一样的对吧 你看这个它小 浅一点 这个大一点 对啊 这个更大 看到吧 就是它不同的粉碗 你放的咖啡的粉量都不一样 对 就比如它可以放13克 它可以放18克 它可以放22克 你想喝的更浓 你可以用22克的 但这是商用的 就是你家用的话 你更小一点 我觉得家用的话 这个好像更小一点 对家用的话 你的粉碗应该是能放16克 做出来的浓度也是可以的 但前提就是 你的粉的粉量也要刚刚好 然后粉的粗细度也刚刚好 如果想是特别特别快 对有些人就刚开始用的时候 就是流的特别快 就是就没有那个味 那个喝起来的话 就是咖啡会比较酸涩 不甜 不甜是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要买吧 这个嘛是吧 对你平时压 就是压那个粉 不是还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压粉垫 压粉垫 记住了压粉垫 压粉垫 压粉垫 你感觉我来搞笑 你看首先我把它清零 就拿着它先清零 对吧 清零了之后我再来 就是撑它的咖啡粉 你看这是13.7肯定不够的吧 对吧 还要再加 一般来说 这个的话我要加到16 17这么多 它才可以 就是甜一点 那要记一个研磨度 就比如我们经常用的可能在巴的样子 用这么多的粉 它萃取出来的咖啡可能会刚刚好 如果要是太细的话 它有可能会萃取不出来 萃取不出来 对 就一般他们说一般就是家用的咖啡机 只能做三杯咖啡 可能机子会发烫 就是它不能高强度的连续一直做 不得连续一直做的话 它机器会比较热 对就是说会发烫的 对 如果要是 家里其实也是要买个这种 要有的 要买个这种 你有了粉渣盒了之后 其实会方便很多 会干净很多 干净很多 在化妆店 叫什么 粉渣盒 粉渣盒 不是叫粉渣筒 粉渣筒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是每天清一次 但其实剩下的咖啡渣 它好像就用处也挺多 可以做这个洗脸的什么的 我看到有的那些博主 它们用这些咖啡渣加一些精油 然后做成这种可以洗脸的那种 我看到肥皂 对有肥皂 对 因为我真的有收到过那种咖啡 它叫布粉器 我叫它转转转 对 阿欣总是会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新的词汇 以后就大家叫它转转转 还要再买条毛巾 对毛巾 像这个的话 我基本上是就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擦粉碗用 你看 对 就这样比较美 对你看我做完了之后 就把它擦干净了 就直接擦干净了 然后它也可以就是垫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咖啡粉呀什么呀 都会落在这个上面 直接就可以拿去洗就好了 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们半自动这种 就是不用把它都灌进去 就是要用多少我就倒多少的量 最好是就你可能你就倒个今天明天能喝的 这样的一个量 就两天的量这样子 对放太多的话 它在那边 风味会流失掉 对 再化重点 对 倒肚子不要倒太多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我怕麻烦 一般来说 我就认识到 大家都可能对咖啡器没有到太了解 但是他也喜欢喝咖啡 然后他就会直接把 就买完之后就全都倒进去 倒进去都好吗 就是因为你看咖啡店他是全倒进去的 是因为他每天出 熬的太快了 他可能倒了一桶 他两天就用完了 对对对 那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要是一下倒倒一桶 你可能要喝一个月 而且喝到最后可能你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对吧 你看阿兴又发现了一个点 你这个点你不说我也不会 因为很多人就是今天今天的问题就是阿兴关于咖啡机的一百个问题 现在问了几个 有些人可能就是想在家里面做特条 就自己想自己去做尝试的话 就比如说一般最好最入门的话 可以自己去做哪一种的特条会比较好 便利店特条 咖啡业 咖啡业 就是我上次给你弄的那个 对咖啡业做特条非常好喝 它比用espresso咖啡机做出来要好喝一点 好喝一点 对因为咖啡业它通常整体的口感会非常的干净 那你做成这种特条咖啡的时候 它的这种酸甜感以及这种你的水骨的味道就表达会非常的贴合 但是你如果要是用非常复杂的espresso来做的话 它可能就是喝起来会没那么的干净 通常你在咖啡店里面见到的特条 它可能都是用冷脆咖啡 对就是它们好像是先装好在那个然后冰箱拿出来 然后就这样跟我去咖啡姐平时一样 就带我点的特条一般来说都是如果是冰的话 一般都是它直接都弄好了 然后直接就是放在那客树这样倒完做出来的特条 对吧 对咖啡业再加上自己这个炸点什么果汁啊 炸点果汁 那就是那种 加点旺仔牛奶啊 我有试过旺仔牛奶还挺适合做拿铁的 就还还蛮好喝的 说实话真的蛮好喝的 然后我之前有试过就是咖啡胶囊把它流出来最小的那个度数 然后去做那个酸奶 就直接到那个酸奶里面和着一起吃还非常的不错 就是那种是浓稠的咖啡啊 就搅着喝就是那种咖啡酸奶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之前我在一个咖啡店里边我吃过这个东西 对吧 他用了一个espresso的杯子 就这么小的杯子 对对对 他用一个这么小的杯子 就是吹了这么一点出来倒进去 一点然后下面是那个酸奶 对就很不错 很不错 很好吃 对很好吃 就是很适合那种爱喝咖啡又很爱吃酸奶的 你是不是在咖啡店里见到了别人这么做着 没有 我就自己那天就疫情期间在家毕业的 然后弄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 把自己的创造力激发出来了 对激发出来了 自己还有什么就用什么 对就是用现有的东西去制作一些 因为当时想喝做拿铁 然后家里面就是拿铁就是牛奶喝完了 然后就只剩下冰箱我们囤的那个旺仔牛奶 然后就拿旺仔牛奶做了那个加农搜叶进去 焦囊咖啡就就也还蛮不错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在家里做测调的话 还是用浓缩液会比较好一点 对 用浓缩液 或者是手冲咖啡做成冰的也OK 也OK 很脆咖啡也OK 也OK 是吧 对 你的粉丝们对咖啡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我刚刚问你很多 就是我刚刚在那个B站上面看 他们问的一些问题 对 我阿欣饿饿饿就把你们的这个问题记在了小本本上 因为我刚刚来的路上又看了一遍 然后就记住了 阿欣有心了 阿欣带着一个真诚的心来 在家做不做手冲咖啡之类的 手冲吗 也从来没有做过对吧 有 我自己 比如手冲咖啡更容易入门嘛 刚开始就是设计这个咖啡的领域 他们就在想说买摩卡糊也可以 可以吗 但是其实你买摩卡糊的话 你要买的东西也很 就是你也买摩豆的 一般来说 摩卡糊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摩豆机加一个摩卡糊就可以 我今天上午我们还做了两杯摩卡糊 对就是就是会相对于来说的话 价格没有这么高 基本上你做摩卡糊的话 可能前期在五六百块钱 基本上就可以在家里边喝咖啡 就是最简易版的就是浓缩液 然后冻干咖啡 然后再进阶一点就是摩卡糊 对吧 然后再往高就是咖啡机 对我们从白天录到了黑夜 刚才是夕阳 对夕阳 现在已经没有夕阳了 已经晚了 已经很晚了 对 现在是乌漆骂黑 这个欢迎阿兴哥哥 会更加的显眼 我还真的是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好不好 好 拜拜 拜拜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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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 来